大家好,回到六寶石4 上集講到幸運直爆燈的我打贏了火山的赤艷蟲 之後就落到火山陣,就打火系的道館 相信火系道館應該比較棘手,因為我沒有水蟲 只有龍龍岩可以比較好 主打應該都是龍龍岩或者小鳥,沒有黑鷹 一來就把我踢出去 因為這個藥物的關係,PB提升應該也... 汽水可以,上次試過可以的,但它是喝不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喝不到的 好了,打單打吧,不要打雙打了,這麼危險 看見岩石重,岩石爆擊2-5 2-5其實...看一下 我們留滾動 始終岩石兩招都是命中90,但這個每擊中一次威力提升 不用2-5了 重打 這隻龍龍岩不錯 嘩 你用重打,對嗎 之後用燕反打 好,非常好 OK,打冠軍,立即可以打了道館 我們先消防 一來就先用岩釘 鬼計 這麼兇 哇,他回到速度 這個人很困難 這麼快 我夠他快 有沒有在 一不夠他快我就玩完了 喂 煤炭龜 煤炭龜 這個用盲鋼 有沒有機器應該... 糟糕 我忘記了,我沒有寫新狀 我覺得應該贏到 理論上應該贏到 其實我這裡不在用燕眼 可不可以 不過用了會好一點 這裡有火重 始終 始終重打 這麼快打我 OK,不要緊 燕反 燕反 煤炭龜 你用盲鋼 再說吧 但這隻我不知打不打得贏 真的 催眠先 好,中 嘩,糟糕 記中 殺了他 贏了嗎 哇,還有一隻鬼燈 哦 還有一隻鬼燈在後面 嘗,試一試再 滾動蟲 試一下怎麼用滾動蟲 第一下已經不中了 有沒有搞錯 你有沒有搞錯 你找龍龍岩 神經病 看來不要用龍龍岩去放在頭 因為無黑鷹放在頭會比較安全 無黑鷹放在頭會比較安全 無黑鷹放在頭會比較安全 然後這裡 火壺就換龍龍岩 這裡放了這隻鴨 嘩,他知道這隻鴨很痛 還要加速 但不要緊 繼續燕反 繼續 再燕一下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處 我實在說 陽光連儀不會用 沒有什麼好處 唯一贏到的可能就是龍岩 要用 呃 要升一升呢 可能真的要 不升呢真的難搞些 可以 這裡用盲鋼 可以嗎 其實用盲鋼都可以 因為他比我快 不是我 我比他快 然後這裡用 盲鋼 沒有什麼意思 我先想想 應該怎麼做呢 看看 OK 試買一次不行就算了 這裡 先用這隻 之後用 龍龍岩 魔法火炎 用燕鋼 再用 重疊 滾龍 OK 而這裡他加了速度 所以他比我快 所以這裡用鋼身拳也可以 或者燕反也可以 欸 我比他快 竟然...啊 剛剛中了重疊 按一太快也不是好 按一太快就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事 有沒有扣到速 加了速 打不贏 不行 我要升了 好 升完了 雖然好像沒什麼分別 但是升了一點 還有就是有沒有一些技能可以用呢 風狂伏特 小偷 沙布 劍 劍沒有可以用 沒得賀 替身風狂伏特 小偷 衝能驗襲 沒有一招厲害的飛人技 如果沒有拍一招厲害的飛人技 應該可以滅了牆 因為他... 他是差一招厲害的飛人技 那招就是120攻 另一百多攻 打下去就必死了 對面 然後最後再用盲槓扣運地血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策略 可惜未必做到 嗯... 這個... 直接炎飯吧 我直接... 其實他可能會打死 對 因為太高了 那個什麼 陽光烈焰死了一下 他一下應該打死我 他的太陽 他用陽光烈焰嗎 為什麼 是不是按錯按鈕 哈哈 嘩... 這裡不夠快 死了 我只有一招技打到 水晶燈火靈一定打不贏 因為水晶燈火靈... 有點惡啊 用什麼 全補劑 先制補劑 其實他會比較安全 其實 先制補劑 他會比較安全 不如試一下 那招技 那個PP寶劑 丟掉他吧 免得煩 現在唯有不斷地嘗試 好 頂部跳錯了 好...這裡 可以了 直接用龍龍岩 接著... 怎樣呢 一來... 一來馬上用... 重疊 再用重疊 我可以練熟 還是可以用岩石技呢 如果這一下中了 就應該打死我 對... 之後下一回合應該也有機會打死 打不死... 還有最後一下 看看這一下可以不可以 有了 這招 就是要這招 用了萬攻 那不要厭犯 好...一彈過去 過熱死了 一下過熱要玩完 好... 他會不會又用陽光烈焰呢 對...他又用陽光烈焰 發生什麼事 好奇怪 又要用陽光烈焰呢 還要不中 剛才... OK...不要緊 我們只差一隻 這裡只要用到就贏了 欸...用到 看看有沒有OK 這一下...這一下厲害 這招... 殺不死啊 殺不死啊 最後一滴 那我都死了啦 老實說 我打死我自己都死 好... 很難搞 我一定要拿回鯉魚龍回來才行 好...各位 現在我已經拿了 垃圾魚乾 準備釣了鯉魚龍 鯉魚王上來了 然後就...我剛剛抓了石丸子 希望打不死 這裡 打不死就對了 然後就抓了一隻鯉魚王 加特攻減蜜貨 加特攻減蜜貨 其實... 不太好 再釣一條看看 再釣一條看看 因為我沒什麼職能 沒什麼怎麼買 這裡照夠用石丸子 其實... 學習裝置如果是平均分成一隊的話 鯉魚王這些是很有好處的 即是一開始升不到那些 什麼有機納那些 這個好奇害獸 我最喜歡這些 順便看看個體值先 看看個體值魚我先 墨攻4 速度28 這隻呢 墨攻2 那真的是害獸那隻 OK可以了 這隻嘛 女生的鯉魚王就是比較厲害的 而且沒有修正性格 另一隻就比較差 還要減蜜防 好 那我用... 即是抓了這個鯉魚王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去打火山道館 希望可以打得贏 雖然還是鯉魚王 但隨著不斷打道館應該可以很快進到快 好,試一試 那這隻鯉魚王之後有什麼技能 為了扔沙子 OK的 突然想起要用SL大發應該可以贏 一定可以贏到 對不對 用SL 沒有可能輸吧 地震?很棒 這樣的吧 地震重搭 其實重搭 其實重搭也不用 如果真的不要的話 還是不要碎癌 現在不要... 暫時無法忘記 那唯有不要... 不要重搭也不能選擇 好了,鯉魚王爆破 不要變眼 鯉魚王,準備進化了 OK 煤炭龜,這裡就換隻... 鯉魚王出去吧 唯有鯉魚王出去死吧 唯有 OK,之後寄身 寄了 寄快刀 過兒不要緊 這裡 之後我們用... 無黑影 無黑影的... 先點那隻火 之後用神鳥 好 丟泥,降低其命中 這個也有用 這個也有用 水晶燈火力的話 就直接用... 用尿猛擊吧 OKOK 之後就換隻... 射軟枝出來 就用... 岩石爆破 應該打不死吧 17呢 那又用丟泥呢 再丟... 喔... 好了,看到了 看看他打不打中 喔... 搞定 進化滾到癌 不用通常進化 哇... 打完道具馬上進化 厲害 這個不錯 不錯 幸好一下子 一下子的命中 已經令到噴射火焰打不中 因為如果噴射火焰打不中 如果噴射火焰打不中 如果噴射火焰打不中 我死定了 蜜防就高密 特防低 跟一般岩石蟲來講 都一樣 好 那我們可以繼續劇情 去沙漠地方 是不是? 沙漠地方 然後... 喔... 要回去打... 打普通藝道館 普通藝道館 那隻星星應該都容易打 請教皇 我相信不會很難的 我相信 相信不會很難打的 OK 那塔在哪裡? 不是喔... 化石塔嗎? 他用沙刃 弄到我打不中他 頂箱打 這裡... 飛魚快刀 然後用... 飛魚快刀就有地震 沒辦法 鐵壁...不要了 鐵壁... 這裡轉... 無可應之後又有地震 唯有這樣打... 沒辦法 不知道那個塔... 欸...巴士 這個蟲是... 飛蟲... 電蟲 催眠 他... 寄他 風俠再用 回得很少 回得三分一 四分一 因為他在下沙布 仙人掌夢過內 OK 塔塔好像不在... 不要緊 直接打第五道館 好... OK啦 好 還有什麼要打呢? 其實如果滾動岩 升了的話 石丸子可以不用要 雖然剛才那個場 是靠石丸子才贏到 是非常需要石丸子才贏 如果他沒有降到命中 我想我也沒辦法避到他噴射火業而打贏 所以有時候這些效果技能 其實都會有用 降低對方的一些變化能力 例如是一些命中 速度 這些... 一些很關鍵 最關鍵一定是命中 其次就是攻擊 速度 好...馬上去PC打個卡 不然死了回去 命中 好...他偷了東西 好...他 沒有可以應用打 有格鬥技 沒有可以應用打 適合 這隻不是普通 這隻是妖精系 這隻就對了 我打不死 還要吃藥 告訴你 道館不給你吃藥 立即逐他出去 這些精英訓練家 連最基本的規則都還沒有調整他 都還沒有調整他 立即要逐他出道館 我打不死 好... 下一個就是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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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先用滾動癌 他有機會是請教王 大王煙 我知道他在玩什麼 肯定是保護 然後玩燒傷 我不是 對了...馬上燒傷了 這裡我們用滾動癌 已經用了 硬餐 我不是可以比他快 但是... 他應該不用電光石火 發瘋波 嘩... 怎麼這麼兇 直衝恐 一定是神速 他一定是神速 氣氣 氣氣也比他快 不要緊 吹他 寄身 慢慢地 嘩...他打鼓了 頂...打鼓神速 不是吧 老友 吹他 吹他 嘩... 其實也很機 換你魚王 終極衝擊 啊...不是啊 沒有了 如果剛才一直忌生種子住 就贏到 有得贏的 都叫做 不過一次換不到六十幾血 如果石魚丸子低一點血 就可能可以了 但是不要緊 一開始是大王燕 大王燕 我們直接用滾動岩 一夜岩石器 車內彈就不行了 先不要放眼釘 啊...這裡已經打死了 嘩...直衝恐 這麼大膽 其實我這裡輸了 咦...還沒死 OK 這裡換做... 鯉魚王 不要啊 鯉魚王 他比我快 真可憐 哎呀...我應該用盲鋼 鯉魚王 鯉魚王 為什麼要近身拳擊 瘋了 瘋了 嘩...他一直用終極衝擊 先扔一下 哈哈...這樣也打中我 會不會太過分了 可以怎樣打呢 這隻 可以怎樣打呢 先想想想想 一開始下... 啊... 剛剛沒有在那裡用盲鋼 才可以 就是那裡輸了 給他 啊... 撐不死他 還要沒有進化啊 鯉魚王 真可憐 這裡直接用近身拳擊 請鯉魚王 請鯉魚王 我們直接轉走 做鯉魚王 然後用... 棋花 碎棉 碎不到 哎...吃招了 就... 有什麼可能碎不到 大佬 哇...這隻好噁心啊 很厲害啊... 過了三四級命中 他都照樣打中 為什麼他真的這麼幸運呢 為什麼他真的這麼幸運呢 這裡用電光石火 已經學到鯉魚王 學到鯉魚王 鯉魚王 只能學到鯉魚王 只能用鯉魚王 鯉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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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鯉魚王 我們這裡直接用射圈子 鯉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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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來了... 六下 哇...可以扣他機了 哈哈 沒有一下就中了 現在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死了 嗯... 他只有一招技嗎 我剛剛看到他絕對反擊 有沒有看錯 有沒有看錯 對了...他已經沒有了 已經 他只有一招就是 那招什麼終極衝擊 只要鎖住 只要用軌鯉就玩完了 其實 只要用軌鯉就打贏了 這裡 沒有黑鷹呢 這隻Mega進化 我記得 Mega進化 嘩... 顏斌 這隻Mega進化 已經輸了 如果這裡可以先制的話就贏 哦...太殺了頂 死定了 哦...麻痺 打不打中 OMG 原來那一關是這麼容易打的 我真的用軌鯉就過得到 但我沒有軌鯉就在身 軌鯉就對了 沒有軌鯉就在身 不要緊 我們試完最後一次 如果不行就下次再打一個 好 滾動 這裡用沒有黑鷹的電光石火 直衝紅就用近身拳擊 請教王就用鯉魚王 一撞成軌鯉的 丟泥 好...被他打了幾下 不要緊的 這裡用... 一隻奇花 吹麵 起身 總之 要慢慢屈他了 好...搞定 梳拉臉 這些不要了 這裡直接... 其實這裡催眠了才會好一點 好... 頂又不中 好弱智 用慢鋼 有沒有機會 看看可以不可以 其實應該未必可以 唉...差了一下 最後一局 試完這次真的是最後一局 好黑仔 那... 奇二花那邊 如果能夠打到他一點 其實都贏不到 剛剛... 這個滾動 好黑喔... 好... 其實這裡可以收檔 我好像沒有保障 不要緊 可以飛回去 也不是差很遠 這裡還有用... 電光石火 岩斌 不要啦 人稱拳擊 唉... 他有神速 為何這個位置這麼黑仔 我想試是試最後代龍 就是這個代手那裡 咦 OK...不要緊 我就是想試... 一會兒... Mega代龍那個位 石軟子用... 丟泥 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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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啊... 丟啊... 好像用奇二花的催眠 吹... 神經病啊... 為什麼這麼難中啊 催眠老友... 那... 唉... 我想試最後一次那裡 啊... 真的... 他們很不聽話啊 要不就打不中 要不就... 要不就... 要不就對方不斷打中 好啦... 這裡... 這裡都未必會打死的 老實說 丟... 越... 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黑仔 你看... 又打不足了 搞什麼啊 你們... 賣朋友搞什麼啊 你們... 這場可以了 不用學硬斌啦 小技 又是這樣 是不是差過一堆呢 這裡 差過一堆所以輸啊 不會吧 大哥 硬餐 他有硬餐了嗎 就是說剛才他的技能都沒有了 終極衝擊和眼餐 咦 其實這場也有機會 有機會 不是啊 現在 我一轉奇異花 都有機的 他未必打死奇異花 然後這個催眠 如果比他快... 沒有了 如果比他快就馬上沒有了 好啦 我們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今場太黑仔了 完全... 完全... 很多失敗 很多命中又不中 接著又黑仔 又打不死 又差一點點 各方面的黑仔情況都出現了 所以導致打不贏這個... 這個的... 這個哪個啊 千里 第五個道館的 普通是... 管主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喜歡的記得按讚 還有還沒訂閱 記得按訂閱 我們下次見 拜拜